第一局 胆寒的那样一种状态 另外呢就是日本男 这个中华台北的比赛当中 他们日本的队是3比2 防守能赢那不可能 可以相持得分 横拍关系 你还必须要高质量 第二局第三局做准备 这样地区比赛10比5 日本的水谷笋先上了第一局 发动起来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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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 反拉 第二反拉直线 注意连续性 随谷随反拉 再次反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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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十比二 许欣颁了一局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三局 再次反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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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捷住 出了 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锻炼新人 他是属于防守稳定性 和日本的比赛 还是能够打出绝对的优势 另外中华台北队的实力 包括自己滑翔 除了登上桌上桌上标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在场上更轻松 横拍就因为直拍太少了 他没有太多的借劲 这样是1比4 徐欣拿下第三局 现在2比1领先 双方的第四局 来取得这个主动权 拿下第三局 看看能不能延续 再次 都没有太多了 看能不能延续 更多的借励 更多的借励 最后一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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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位的 有的时候有点不足 更多的借励 一会儿 更多的借励 更多的借励 中文字幕——YK 非勉强去侧身 因为太勉强 有点乱了 所以直拍 时间 时间 比较潮湿的情况下 9比10 好的 哎呀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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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比11 许欣有惊无险的 拿下了第二盘单打 战斥水骨笋 为中国队 好 pandemic 谢谢大家